澳洲其中一個民族 他們的成年儀式是要執行 割禮 割完之後必須要接受好幾個長大的男人輪流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介紹各國或各地區不可思議的成年儀式 在第一集當中我們已經講過了 有些民族他們成年儀式 他們可能要更是對尻 又或者是要淋上尿 又或者是硬要把你的門牙給打斷 拔掉 反正哪個稀奇古怪都有 但是你知道嗎 這些其實都只是木精哥認為 比較沒有那麼狂的 其實已經很狂了 我鄭重聲明一下 其實已經很誇張了 但是木精他埋了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伏筆 在第二集 好啦 我們現在就來說說吧 我們從沒那麼有看頭的開始說起來好了 以色列這邊按照他們的猶太律法 男生13歲 女生12歲 就算是長大成人了 不過長大成人的這個過程中 他們也必須要經過一個儀式 就是在安息日的早晨 他們要送讀他們的經文 又是主持他們的安息日成島活動 或者是結束儀式的等等 不怎麼樣 所以我們進入下一個 來了 現在開始各位得作文了 在加拿大這國家的某個部落 他們的成年儀式是必須要 身吞一條活蜥蜴 你沒有聽錯 必須要活活吞下一隻動來動去爬來爬去的蜥蜴 如果你不敢去挑戰他 那麼你就被取消長大的資格 在那個不足當中 你就會被別人看低 從此你的地位就不如其他的男人 你可能受到排擠受到攻擊 我只能說 敢吞下他的 真低是很勇敢 我在看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澳洲真的是有蠻多 很讓人不敢相信的民族 澳洲其中一個民族 阿蘭達人 他們的成年儀式 總共有分四個階段 我們從第一個階段開始說 在這個部落當中 基本上每一個男女都必須要紋身 看起來沒怎麼樣 忍受一點皮肉痛之後 你就可以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是要執行隔離 由於優惠很平衡 所以在不好說 反正就是皮包哥 反過來看女生呢 也沒能逃過一件照樣割 哪裡能割 割哪裡 割完之後呢 第三階段 像長大的男女們 在忍受這個劇烈的疼痛 來到了這裡呢 必須要接受好幾個長大的男人 輪流用牙齒啃咬 受驗著他的頭皮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想像那個畫面 我真的是覺得很扯 你能想像一個人的頭皮 被好幾個 可能四五個六個男人一起咬嗎 我覺得很痛 真的很痛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哈哈哈哈 好了 最後的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 是火禮 在他們那邊稱之為 恩格烏拉典禮 國禮顧名之義 跟火禮有關 這個意思啊 會有幾個父母們 拿著燃燒的木棒 丟向你 而你呢 還不能躲啊 你躲的那就 失敗 重新再來 123個典禮 從頭來過 我騙你的 呵呵 其實應該沒有從頭來過 畢竟第二階段 皮包已經被割完了 那你被燃燒的木棒丟了之後呢 你還必須要躺在 乾柴烈火上 哇 這個 竹人的皮膚是 蛤 犀牛皮還是大象皮 這麼耐燒 真的假的 再來你還必須要 跪在火炭上面 跪到這邊的長老 覺得你OK的 恭喜你長大了 那麼 這四個階段 你才算是結束了 天啊 這裡的主人 怎麼那麼辛苦 不過相對的 我相信這邊的男人們 應該都會相當相當的勇敢 被割過 被咬過 然後呢 也被燒過 還有什麼是他怕的呢 再來澳洲這邊的阿拉巴納布魯 這邊的男人們 在十歲的時候呢 就要接受考驗 他們呢 也差不多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 他會被綁起來 丟在一間屋子裡面 接著呢 開始會有很多的女人們 出現在這個屋子裡 哈哈哈哈 不過他們 在這邊 又唱又跳 你沒得 笑想半分 反正他們就是 吵你吵到你不能夠睡覺 他們的目的就是 不讓你睡覺 第二天的清晨 這個小孩 他的爸爸就會帶著他 到處去拜訪 那個部落裡面的長輩 然後在這些長輩的見證之下 在傍晚時 他就要被抬去割掉了 又是咖哩 你看看 世界各地 沾了很多地方都有割離 好了 第三階段 直接被丟出部落 可憐啊 可憐啊 他被趕出去之後呢 他必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到處去 野外求生 而你還不能夠隨時回來啊 什麼時候才能夠回來呢 等到 你那個小弟弟上面的傷口 癒合之後 女生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過程 等到你小弟弟的傷口癒合之後呢 你才能夠回來 回來之後 恭喜你通過第三階段的考驗 第四階段 是由 這邊的長老 在你的背上 畫幾道傷口 畫完之後 公黑雷長大啦 再來西非的富拉尼人 他們長大之前 必須要跟同年齡的男孩們 互相拿藤條對打 如果誰被打的過程中 扛不住 在那邊喊 那你就輸了 如果你一旦哀嚎很痛 退縮 膽缺了 那你就被視為單小鬼 接下來所有的人都會託欠你 好 那女生呢 他們的考驗就是接受刺青 別以為刺青好像沒有啥 實際上 他們在刺青的時候呢 他們用的工具都非常的簡陋 不銳利 刺起來更加的漫長 又痛苦 所以女生們的煎熬啊 也是非常的難熬的 如果你忍不住了 那你呢 就從此沒有結婚的權利 再來 多哥塔姆貝爾馬人他們的長大工程 幾乎是融合了剛剛上面所講到的兩個族人的儀式 首先他們要跟童年裡人互相對尻 而且要學習如何用木棍跟盾牌 拿著這兩樣東西互相對尻 而且互相對尻的時間長達一個月 再來參加這個成年裡的男人們 應該算是男孩們 必須塗上白年坨不許靠近任何的女人 靠一個月過後呢 公黑雷 他要去割囉 你以為逃得過嗎 割完之後 那生活又更加的痛苦了 因為隨時都會有人無故的拿鞭子打你 我的媽呀 而且還必須吃一下 超級難吃超級難吞的飯菜 而且還不常給你水喝 基本上這段時間你就是又餓又累 更加誇張的是你還必須要跳進河裡 進行長時間的冷水浴 而且這段期間他們的睡眠時間也會被縮減的非常短 以至於真的是有很多的人是撐不過這個考驗 甚至有一些人會在中途從這個世界離線下線 中途下線的人就會被秘密的埋了起來 而成功的男人們這時候就可以洗去身上的黏土 洗去身上的烏狗回到部落之後 竹人們就會為他拍手迎接他 這時他就是竹人裡面偉大的男人了 再來巴西這邊也有個部落 他們的成年儀式是必須要用超級多的螞蟻去啃你 別以為這個螞蟻是普通的螞蟻 你知道他們是用什麼螞蟻去咬人嗎 是子彈椅 子彈椅為什麼叫做子彈椅呢 因為被他們咬到就像被子彈打到一樣痛 被他們咬到這個疼痛指數是所有昆蟲裡面的第一名 如果你被蜘蛛咬到 唉唷好噁心 或是被蟑螂咬到 唉唷好噁心 不管你被什麼昆蟲咬到都沒有子彈椅來的痛 那這個巴西的瘋狂部落他們的長大的意思就是 必須要把手伸進一個爬滿子彈椅的手套裡面 我的媽 他不是拿一隻去咬你啊 是裡面密密麻麻的 可能幾百隻幾千隻去咬你啊 你呢必須戴上這個手套 而且還必須忍著疼痛 跳著十分鐘長的一個舞蹈 你跳完之後呢 基本上你會癱瘓 或者是這個痛上一整天 基本上跟很多的族人一樣喔 長大之後呢 反而殘廢了 不死也去掉半條命 好了我想 今天的內容應該喔 先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如果各位還想再聽第三集喔 更加誇張的 好稍微講一下 有一些的族人在長大的儀式過程中 必須要從一個很高的地方催落 接下來呢喔 你就會體驗 什麼叫做人生的跑馬燈 想知道是什麼人生的跑馬燈 是什麼樣的儀式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墓箭 Youtube訂閱打開啟鈴鐺 這樣做下一集的影片 你才會收到通知啊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再安靜一下 請看 感谢观看